哈喽 大家 下午好 我是俊松 来啦 今天在下雨中给你推荐一个 我看了都很心动的屋子 这个屋子是在哪个地区 这个屋子就是在 Bukitinda 这一边的 D-Grain 听好 可能你们会有点陌生这个地方的屋子的区域 因为这边很多都是屋主自住 很多都是没有卖的 D-Grain 这一边里面很少 low density 罢了 里面有 semi-D 有 cluster 甚至是还有其他的房款 这边我们也不多说 我们进来看看 这个 cluster house 是四房三侧 然后是 22 x 65 旁边额外坐 31 层的地 这间屋子有什么爆点 据屋主所说 整间屋子装修到来 200 千 而且里面的 condition 是非常的美的 我们先看它的旁边的一个 gardening 先 这边我们穿过来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旁边 31 层 屋主很有用他的心去打造这个小花园 你可以看得到这边 哇 你看他种了各种的树 花花草草 弄到整间看起来很舒适的一个环境 然后这边后面你可以看得到 它旁边的这些 balcony 它的地 它额外有拉出来 它拉出来的空间是否它的四处房 屋主说之前他本来搭个 only bar 了 只是搭着搭着 就拉这个空间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一边 随意你热 随意你种东西 因为这个屋子是 individual 热意你装修更改 换颜色 不是很大的问题啦 来 这边我们一起进去屋子里面看看 废话不多说 好屋子呢 我们就是要看 video 来 一样 我们还没进来之前 请帮我点赞 按赞 分享 然后订阅我频道 我陆续去给你看不一样的屋子 我们一进来这个玄关处呢 你看得到 它原本的 built in 这些都是做到特别的美 而且整间一进来呢 给我们感觉是非常的好的 整个空间感呢 是特别的大 你看到它这一边的空间感 它有做了一个隔 隔绝开来的空间 客厅是客厅 living 是 dining 是 dining 所以 living 和 dining 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从这边的客厅 我们来看到这边的 dining 来 你可以看得到这边 它放了一个六人桌 所以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 它放了这样大的桌子呢 这边四周来回自如 不是很大的问题啦 最重要是什么 这间屋子采光非常的好 它这边像哪 而且旁边的空地呢 你可以看得到啦 目前是阴天的状态啊 有下着雨啊 你看到这边 哇 多么有感觉 旁边就是 garden 的屋子啦 三十一扯的空地呢 这边 假如本身没有做 gardening 的话 在旁边做个小小的游泳池啦 我相信都是绰绰有余 你看到后面这些 built in 哇 它反而有多么美的一些白色装饰品 然后随着镜头进来呢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后面这一边 它有摆了一些可能厨啊 里面 storage 的东西 我就不要打开啦 然后这一边呢 你可以看到 哇 这边呢 它可以叫孩子读书啊 促进感情都可以 没问题 这个空间呢 是一个很公开的空间 当然 这一边你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干厨房 我相信不是很大的问题啦 来 我们来看后面 后面这一边呢 这是它楼下的客房 我们俗称长辈房 但是它这边应该是给它儿子住的啦 可能是温习房 这个空间呢 还是很大的 当然你要放一个 clean set 的话 也是够的啊 只是这空间 可能你要自己 design 啦 然后我们随着 我们来看后面 后面这一边 我们来到厨房的空间 因为它呢 它们只有一个四厨房 没有干湿分离 然后后面的话 你可以看它的厕所 这是它楼下的厕所 当然它旁边的 house呢 是散到顶的 整间非常的干净 屋主呢 也非常的 nice 讲话呢 让我感到很热情啦 这个是属于一个残形的四厨房 你可以看到这边 我从这个角落呢 我慢慢的走啊 走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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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这边呢 就是它的一个厨房 但是 但是,记得我说的吗,他把他的厨房拉出去,所以呢,他后面呢,已经把他做成干事厨房的一个设计,所以我们随着呢,我们去到旁边,extended出去的空间,来,我们来看看,所以他旁边呢,哦,你可以看得到,这边是他额外扩建出来,这边呢,要煮,要朝,这边开个窗,啊,那个烟就会跑出去了,这边有做了那个防蚊帐了,所以整件空间,哇,非常的美咯,而且呢,这边有个门咯, 这边呢,你可以,别人也可以从那边进来,不是别人,就是你的家人,你可以从那边进来,拿一点鸡,鸡块啊,拿个来吃,所以这间呢,你要做party house的话呢,非常的适合咯,我只可以讲,哇,整件的感觉非常好,所以这个目前呢,你可以看到,这是楼下的一个情况,走,我们一起去楼上看看这个楼上condition,所以这边呢,是在加兰英达第十四路,这边呢,是B Grand的一个屋子,很让你知道,很让你印象知道, 认识这个地方呢,就是它在绕耳包,我们熟知B Grand的绕耳包这边呢,它在它的前面罢了,所以这边呢,是被称为一个五分钟的生活圈,这边五分钟呢,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, 例如Aion,前面的Short Lock,还是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到达的啦,五分钟罢了啦,来,你看楼上的一个中厅,这边中厅呢,它有放了一些厨啊,椅子等等啊,你可以看到,空间呢,还是有的,整件四房三侧,代表呢,楼上是有三间房间,两间厨房,我们一间一间看齐,我们先看它的小房, 这个是它的小房,我相信是给它的儿子租的啦,看到放了一个大人船,可是东西会比较多一点,放了一个桌子,所以呢,如果你有一个儿子,还是女儿等等,你可以考虑这样子啦,给它去问洗漱啊,什么啊,都可以,没问题哦,然后我们来看旁边,旁边这是它的二房,二房相对来讲会比较大间,你可以看到,放了一个Cring size的船,那边放桌子, 然后呢,这边放Tapping neck,啊,这个角落处呢,啊,这个拐弯角落处呢,还可以放一些储物等等啊,所以这空间呢,也是很好可以去利用的,整件屋子呢,它的采光跟它的通风都很不错,都有穿的,OK,这是它的二房的状态,来,我们来看外面,外面这一边的话呢,你可以看得到,啊,它的厕所呢,它不是,呃,我们普遍在新山看到的,就是两间房间也在一起的,它是设立在外面的,啊,更好的保护,啊,两个房间的, 隐私哦,所以它的厕所间的外面很不错一下的,然后我们来看主人房,啊,主人房空间无用之一啦,是很大间啦,而且你看地板的,哦,很美一下的啦,整间真的是很干净很美,让人看得很舒适的一个空,一个设计这样子啦,它屋内格局,你可以看到,很四方,无死角,所以这边呢,你要怎样摆,你看摆了一个很大的Cring size的船,旁边摆了一个椅子,哇,它的空间还是这样来回自如,没有问题,啊,这边呢,还有做一点 小设计啦,然后呢,它的衣柜呢,是在里面,它是做的类似一个walking wardrobe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,你看它的厨呢,啊,这个是买便便的啦,你要自己定制的话也可以啦,这边呢,可能在定制一个back table啦,给你啊,老婆在这边化妆哦,然后呢,我们来看主人房浴室,哇,主人房浴室哦,大间哦,哇,真的是很大间一下哦,这边如果你要放一个浴缸哦,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哦,放得到哦, 哦,这个长度OK嘞,所以呢,这一间哦,你可以看得到啦,整间呢,真的是很大型的一个cluster house,它是属于一个双层的填制屋啦,所以呢,这边我来给你做最后的总结,我梳理这个总结给你知道啦,今天呢,我来到哪里,我来到Pukit Inda呢,这边是D Grand的一个双层填制屋,它是在第14路这一边的,它的屋子呢,是22x65,旁边额外过31车的地,屋子呢,是面向云南,然后呢,四帆三侧,free hall,永久地气,有24小时房位置, 帮你非常的严格,每个月呢,220块,所以,这个屋子哦,耗资了200千的专修费,要卖你多少钱,这间屋子呢,是卖你1.288个million,还可以谈Value Match,所以呢,如果有兴趣,看这个屋子呢,你可以与我去联系,我给你更多的详情,这就是我们可以线下一个时间,来看这个屋子,都没有问题啦,所以无论呢,在新山导致,买卖租的,你会与我去联系,我是军松,一个认真为你介绍屋子的男人, 最近的分享视频也是到这一边,谢谢观看,我们下次见,拜拜